燒燙傷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這個熱的容易燙傷 最常見到就是熱開水 那再來就是爆炸 像這個鞭炮 火焰的燒傷 還有就是接觸性的燙傷 它是一個比較燙的物體 這個接觸的燙傷 那還有就是化學燙傷 那比較少見的像之前八仙塵爆 它是一個比較燙的物體 它是屬於一個小顆粒的物質 快速的營燃 這些都比較常見 第一時間是趕快降溫 那最常見的就是沖水 沖大量的冷水 那沖水是比泡水好 因為大部分燙傷其實接觸的東西 並不是乾淨的 你如果去泡水它有可能髒的東西 就趁著這時候進到我們的身體 造成二次的感染 所以最好是大量的水一直沖 沖完之後就是 第一個是要保溫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見到一些像小嬰兒被燙傷了 結果就給它沖冷水 結果到了急診整個人都發脂 所以沖完水之後要記得保溫 然後要移除一些髒的東西 那如果不方便移除的 就不要硬去把它移除 就趕快送到急診 交給專業的醫護團隊來處理 我會建議是不會產熱的這個毯子就好 因為你會產熱的毯子 有可能又造成了二次的燙傷 就算了 它就不想要喝 它就要喝了 我會不會產熱的 它就要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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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要喝了